大家好 又是我香口卡路 今天繼續玩GTA Online 佩里克島搶劫由9月28日報酬方面 又再作出調整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講一下作出了什麼調整 首先就是設置費用 由原本的$25,000提高到現在的$10,000 足足是原先的4倍 不過惡夢只是剛剛開始 我們開始去偵測佩里克島 看看這次有什麼偷 主要目標除了粉紅鑽石和馬德拉索檔案之外 其他全部都減少了30% 新西米托龍蝕蘭酒由原本的$90,000 減到$63,000 困難模式$69,3000 銅寶石巷鏈由原本的$100,000 減到$70,000 困難模式$77,000 而無記名債券由$110,000 減到$77,000 困難模式$84,000 馬德拉索檔案維持$110,000 他是第一次玩佩里克島搶劫要偷技 故事劇情沒有困難模式 玩過一次就不會再出現 粉紅鑽石也是維持$130,000 群難模式$143,000 不過你要知道 現在抽中粉紅鑽石的機率 真的很低 當你完成了足夠的前置任務 終於最終階段進去佩里克島 複雜一下島上的肖目標 最值錢的是黃金 其次是古蘭鹼、大麻、作畫 最不值錢的就是現金 除了黃金之外 所有的肖目標都減到10% 但黃金是一定要有兩個以上的玩家一起玩 才可以開到門偷 即是平時習慣Solo的玩家 注定要被人扣錢 入到複合莊園 偷主要目標之前 我們會先上去金毛監辦公室 偷他隔慢些錢 原先是會偷到$50,000至$99,000不等 現在的限度就減低了 減到$200,000 變到$200,000至$99,000不等 變相抽到高金額的機率會變低了 以上就是今次佩里克島搶劫作出的調整 今次操作又令到很多玩家對WARSTAR不滿 第一出WARSTAR的用語 是想鼓勵大家多點跟朋友玩 但鼓勵應該是令到多人遊玩吸引一點 當大家發現Solo賺的錢是多於多人的時候 自然會繼續Solo 上次就增加Solo的孤單時間 變成144分鐘 搞到想開困難模式的話 要看著個鐘計算它的孤單時間 今次又主要影響Solo的報酬 其實不是鼓勵大家多人玩 而是刁難Solo玩家 當然如果問佩里克島搶劫還賺得多不多 多的 效率更高不高 還算高 但是麻煩了 由本身的賺得好多很高效率 變成現在只是賺得多和一般效率 當然會令玩家反感 對我這些一出DLC 就馬上玩 已經玩了幾百次佩里克島搶劫 一早享受它帶給我們福利的玩家 可能就不太大影響 但我覺得這個操作對新手不太公平 日後可能玩得瑞博士的VIP合約會比較有效率 今天就來到這裡 以後看看有時間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拍一次玩佩里克島搶劫的影片 今天就來到這裡 之後下來了GTA ON 有什麼新的update 我都會盡快把最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喜歡的就給個Like和Subscribe的頻道 另外大家記得Follow我的IG 我是香偶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